你最近怎么这么关心我啊 因为我在追你 你 你说什么 听清楚了 我追你 好不好 不对啊 我也不是你的菜啊 我之前跟你告白 你也拒绝过我 当年是当年 现在是现在 你不会耍我吧 我上来开玩笑的样子 嗯 那个时候 我以为你跟罗 是男女朋友 这种学校传言你也信啊 那怎么说 你当时就不喜欢我了 你少说落井了 那个时候 我只觉得你是个劈腿的渣女 你不会以为 我当年跟你告白过 现在就会接受你吧 我脑子好慢啊 我没有让你现在给我答案 我只告知你一下而已 旁边 我是谁 我们什么关系 你欠我多少房租 你是曲曼 是我的房东 我没欠你房租 你耍正我大姐 没失忆啊 我真担心你这一针眼 变一个纯良小公主 瞪着大眼睛来问我 我哪位 不过他们说这个脑震荡 会失忆的 你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你跟我出来一下 给我你所有联系方式 我的 我找不到唐觅的时候 只要联系你 好 不对啊 你这么关系唐觅干吗 你是不是喜欢她 方便我联络 我要在她的哪里 已经安不安全 你这个盯得也太近了吧 太可怕了 你要卡好也给我 这么快就要贿赂我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随便的人 可跪着呢 去认下手机 看有没有收到 这么多 唐觅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这些是你们的伙食补助费 不不不 这不是伙食费 这简直 我还要是 先走了 唐觅嫁给你的 天哪 哥 哥 你怎么来了 你 能从我的身体里出来了 那既然你从我的身体里出来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来 记录好了吗 好了 要注意设备情况 好的 随时想要汇报 好的 不是我好了 是你的病更重了 怎么会这样 完了完了完了 一定是我脑子被砸坏了 哥 嗯 你觉得 这是我的幻觉 还是 我能有意识地跟你对话了 我比较倾向于 第二种可能 好 嗯 我想抱抱你 嗯 那要不要 考虑一下给哥一个感动的拥抱呢 嗯 我才不要 先说说你 脑袋怎么啦 早上家门口被砸的 家门口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记得 有个东西掉下来 嗯 杨瀚来接我 不过好在她没事 我就是被玻璃磕破点皮 这个杨瀚 怎么有她的地方 到处都不安定啊 小梅 你听我的 以后离她远一点 也没必要生气 以后离她远一点就是了 我没生气啊 嗯 嗯 怎么了 你看不见她吗 谁啊 那我跟你说 你可别吓着 干嘛呀神经兮兮的 罗欧 现在就在你的旁边 你确定你只是轻微脑震荡 你不用解释了 她是不会相信她 她说什么 你真的听不见吗 什么 她说 你是不会相信她的 我是不会相信 你说我这算什么呢 除了你 没有任何人能看得见我 完了 我脑子一定是被砸坏了 对对 你脑子一定被砸坏了 也许是你这次受的伤 把你脑袋中的某个机关打开了 能让我独立于你而存在了 可是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喂喂喂 等等等等啊 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吗